虽然不是真正像传说当中讲的世界末日 用世界末日来形容这个大劫难 我觉得也相当巧 所以世界末日不是真的 是个形容词 这个大劫难就似乎是世界末日 学佛 学觉悟 觉悟的人跟不觉悟的人不相同 不觉悟的人他遇到这种事情 听到这个说法他有恐惧 他忧虑他有恐惧 他想避免这个灾难 学悟的人不然 学悟的人了解前因的后果 所以面对着这个事实 我们要记住古人所说的 做一天后生 撞一天钟 我们环游一天的时间 应当把自己本分的事情做好 没有恐惧 没有恐惧 没有恐怖 不惊不不悟 心地坦然 应该做的事情 应该做的事情 读经 研究 念佛 断卧 修善 只要有一天时间 我们这一天积极认真 努力去做 如果灾难临头 也没什么恐怖 我们非常清楚 我们会转移到好的地方去 这个地方是坐卧之事 坐卧到了极处 缘分殊胜 转身到极乐世界 缘分差一点 也会生到天上 所以我们晓得 生命是永恒的 有没有生死的 没有生死 只是转变而已 觉悟的人 希望自己的转变 越转越舒适